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来到香港的迪士尼乐园 有没有来议到这里的花草树木呢 袁艺斯为了令奔客更加投入 会配合每一个主题园区的环境和气氛 精心编排植物 不如就等我和大家玩个小游戏 看看你对这里的植物有多熟悉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三棵植物 分别在哪个主题园区里面的呢 探险世界是远离城市和文明世界的森林 所以里面的植物造型都会比较原始和自然的 叶和花的面积都会比较大 这些品种通常只会在热带雨量里面才会看到的 这次幻想世界这里 整个感觉都变得很elegant 这里的植物造型都比较小口可爱 颜色都比较柔和 形成了一份梦幻的气氛 这里有超过三十个不同的迪士尼角色 还有不同场景的植物造型 就好像进了童话世界一样 来到未来的世界 马上看看这里的植物有什么特别 袁艺丝特别把这里的植物 修展成几何形状 塑造一份宇宙太空站的未来感 大家有留意到这里的树木 都是正正方方的呢 一花一草都是乐园重要的资源 所以每一次我们更换主题布置 都会将部份被换走的植物 安置去另一个适合他们的地方 延续他们的生命 为保护大自然出一分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